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 资质通箭采入鸾部的事迹 出处是史记记部鸾部列传 在史记当中 司马迁将记部和鸾部合为一传 但是两位传主的人生轨迹并不搭解 而且记部忍辱求生 鸾部呢从容赴死 在人生关键处的表现大相径庭 司马迁强行捏合 会不会有什么深意呢 这种捏合首先是基于两个人的事迹 相反相成 司马迁的意见是 记部为了求生甘愿忍受巨大的羞辱 他并不是贪生怕死 而是对自己的才干有十足的自负 不肯死而不得其所 所以记部终于成为汉朝名将 鸾部呢之所以自寻死路 誓死如归 是因为他很清楚 这样的死正是死得其所 与之相反的是 婢女和侍妾那种卑贱的人 冲动之下就会自杀 不是因为勇敢 而仅仅是因为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而已 再看看人家鸾部 即便是古代著名的烈士 也不过如此了 司马迁的这段议论 很容易让我们想起 他的一封著名书信 报仁安书 信中提到自己 接受复刑 这是士大夫 无法忍受的羞辱 连婢女和侍妾 都会羞奋自杀 难道自己做不到吗 自己之所以不自杀 只因为著作还没有完成 我们从这个角度 回味忌部和鸾部的经历 会觉得司马迁 是在其中 倾注了十足的同情心 和同理心的 那我们不妨追问一下 司马迁对彭月 会有怎样的评价呢 司马迁把彭月和魏王豹 合并在一篇传记里 我们先来简单 回顾一下魏王豹的下场 他在叛旱独立之后 被韩信抓了俘虏 送到刑阳 刘邦呢 没有难为他 反而让他和周科等人 一道守卫刑阳 但在守城的危急关头 周科呢 担心他会叛变 不由分说的 就把他杀了 魏王豹和彭月的被杀 在司马迁看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做法是 反叛就反叛了 重要的是失败之后 应当赶紧自杀 只要自杀了 怎么都不丢人 否则呢 就会沦为囚徒 被政治对手杀死 甚至当众行刑 脸面丢尽 司马迁有一段议论 说中等才干的人 都明白这个道理 会在该自杀的时候 抓紧自杀 为什么魏王豹和彭月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反而做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正是因为他们才干太高 能量太大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不难找到翻身的机会 所以忍辱负重的心态 就特别重 无论如何都下不了自杀的决心 今天我们理解这种价值观 已经不太容易了 主流态度是生命至上 遇到自杀的人 无论如何 先救下来再说 然后再慢慢开导 汉朝呢 不一样 但凡有点身份的人 甚至没什么身份 而只是高自尊的人 该死的时候 就应当从容赴死 所以主流价值观 与其说是 是可杀不可辱 不如说是 是可死不可辱 我们理解秦汉社会 这是一个关键的抓手 也正是从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理解到 刘邦作为流氓头子 对手下人随意的呼来喝去 特别不尊重人 所以能长期留在刘邦阵营里的 都不会是什么正经人 理解了这样一种特殊的人事结构 对我们理解汉出政坛的波鬼云爵 会很有帮助 彭月 忍辱偷生 但还是死了 鸾部从容就义 却非但没能死成 反而获得了刘邦的任命 貌似杀彭月 能够以敬效尤 涉鸾部可以安定人心 文武之道 一张一池 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效果很难讲 不过在资质通签的记载里 刘邦临时有一件新任务要处理 从洛阳返回长安之后 发布诏书 立秦王朝南海郡最高军事长官赵驼为南越王 派陆甲带着印信福捷出使南越 要求赵驼肩负镇府南方的重任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位南越王赵驼 并且多出来一个南越国呢 事情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代 当初秦王扫六合吞并六国之后 军国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变 所以战争发动机停不下来 总得找个目标去打 于是秦王朝兵分两路 北路呢 征凶奴修长城 南路呢 越武岭征百越 军事部署 因此形成了外众内清的结构 这才给了陈胜吴广 他们一刻成之机 后来秦帝国 北路军南下 由张涵王李统帅和反秦联军展开熬战 但南路军音信皆武 好像从帝国版图上彻底消失了一样 假如南路军迅速回云和北路军配合作战的话 大有可能改写历史 那么这一支仿佛消失了一般的几十万大军 到底去了哪呢 自治通见 追溯前因 史料出自史记南越列传 说秦帝国在南方开疆拓土 新设置了桂林南海向郡 又把罪犯迁徙过来和当地越人杂居 就这样过了十三年 有一条信息需要补充介绍一下 因为岭南的环境太恶劣 秦帝国的军队和屯树的规模又太大 所以秦政府应赵驼的要求 派来了大量的单身女子 方便士兵在当地安家定居 秦二世时代 赵驼还只是南海郡龙川县的一名县令 龙川县大约在今天的广东省和园市 龙川县一带 这里就是赵驼起家的地方 赵驼的上级长官 时任南海郡最高军事长官的 任肖患了重病 直到自己撑不了很久了 就把赵驼找来 叮嘱了一番即将改写历史的话 任肖的意思是 听说现在天下大乱 胜负难料 我准备切断北方交通要道 做官成败 咱们这片地方不但幅园辽阔 中原移民还特别多 完全有条件独立建国 我手下的官吏都没这个见识 所以这些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这就意味着 秦政府的南征大军 主动脱离了中央的约束 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了 而任肖虽然名义上只是南海郡的最高军事长官 实际上很可能是全部南陆军的最高统帅 不然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桂林和向郡也会对北方的乱局 不闻不闻 任肖说吧 就正式委任赵驼代理自己的职务 等到任肖死后 赵驼依照任肖当初的谋划 截断北方通道 又巧妙运用法律逐步诛杀 秦朝官吏替换上自己的心腹 秦王之后 赵驼趁火打劫 兼并了桂林和向郡 自立为南越武王 武王的武不是士号 而是生前的尊号 赵驼自立为王 也就意味着岭南地区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 南越国到底有多大 史料记载并不清晰 但它基本上包括了 今天中国境内的广东 广西和越南北部 有可能南下深入到了越南中部 南越的建国和赵驼的称王 按说和刘邦的汉王朝 没多大关系 在当时的观念里 并不认为新成立的汉帝国 必须继承秦帝国的全部版图 而岭南地区 更是传统观念里的蛮荒之地 由着它继续蛮荒下去 也就是了 只要不给汉帝国添乱就好 但同样在当时的观念里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只有四夷宾服 才能证明天子 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汉帝国 很有积极性和南越建交 当然不是平等建交 而是要在民意上 履行一个授权仪式 以证明赵驼的国王身份 是经由汉帝国认证的 从此汉帝国和南越国 才能结成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宗主国要的是虚名 藩属国要的是实惠 所以这种交易 应该很容易一拍即合 除非是藩属国的实力足够强 或者占了地力 自保 不成问题 才不可低这个头 非要和所谓宗主国 平起平坐 大家平等建交 谁也别高谁一头 偏偏这两个因素 南越国占了一条半 论实力 他虽然比不上汉帝国 但也并不太弱 又占足了地力 进取虽然不足 但自首绰绰有余 这就意味着 如果赵佗对刘邦不理不睬 刘邦呢 其实奈何他不得 即便汉帝国将来稳定了内政 修养了国力 南征南越 也不容易 获利不多 但成本不菲 所以在刘邦和赵佗的关系上 刘邦反而处于被动态势 赵佗既然自立为王 自己呢 就无法坐视不理 不然的话 政权合法性就会受到削弱 而要促成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如果赵佗不愿意 或者狮子大开口 那自己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刘邦派陆甲作为特使 可见这项任务难度不低 假如礼姬在世的话 很可能会跟陆甲呀 打配合 这两大名嘴 其父南越 当然 这种外交事物 只靠耍嘴皮子 是行不通的 刘邦手里啊 倒也握着两张好牌 一是汉帝国的国力 胜于南越 虽然浩劫之后满目疮痍 但好歹有大国的底子 有余力用财富换名分 二是赵佗是真定人 从更大的政区来说 是赵国人 祖坟和家族亲属 都在真定都归刘邦管 就这样 陆甲带着一张财富牌 和一张亲情牌 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但自治通鉴 没讲的是烂牌也是有的 而且相当烂 刘邦当初分封异姓王 封吴瑞为长沙王的时候 许给吴瑞的地盘 除了吴瑞 实德的长沙之外 还有吴瑞 其实边长莫及的 桂林南海相军 如今立赵佗为南岳王 相当于一女二嫁 赵佗会买账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 请不吴订阅